中国发表了最新的拟蒸机器人 这个拟蒸机器人做起来是160公分高 50公斤 这个女的 看起来碰壁要碰壁 皮肤是用矽胶做的 那看起来还有柔光的效果 他们说这个拟蒸机器人做出来之后 它很美丽 有个性 而且很聪明 怎么说呢 他说他自己会用微波炉 来微波食品来吃 这种机器人 你会喜欢吗 中国的机器人女神 随着科技日益进步 机器人的发展脚步更加快 拟蒸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耗时三年所研发的拟蒸机器人佳佳 拥有长发大眼和好身材 号称样貌取自五位中科大校花美女 能跟人互动对话 说话时脸部表情和嘴巴都会配合反应 还会不时眨眼 眼珠也会转动 除了喊你一声主人之外 拍照时如果相机靠得太近 他会说这样拍得脸大 效果十足 这样拍得脸大 另外香港有位42岁平面设计师 费时一年半 在自家阳台打造真人尺寸的 拟蒸机器人Mark 1 全身结构有七成是利用3D列印打造 造价超过5万美元 Mark 1脸部表情丰富 也多了几分淘气的感觉 称在它漂亮时 还会笑着道谢 我刚刚那个佳佳米针机器人 身材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你觉得他像谁 虽然是五大校花合在一起的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中国的中科大 中国科技大学大概是 相对于中国来讲 有点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你说这个你能经验做了10年 做出来了 是 因为那边就是一群窄窄 我讲明白一点 就是那是工程师大集合 全中国最多理工人 就在这个学校 所以你当然可以知道 像我也是工程师背景 所以你知道做机器人 重点就在于 你要让人家开始认为他是人 所以请注意 胸部为什么要做那么大 就是因为你要让大家明确的理解 这是一名女性 而且那个皮肤要仿真 是 他的皮肤 不是 触感 这个触感我们就不敢讲了 好 但是拍起来是真的很不错 我相信他们在材质上 花了很多功夫 因为据说自带柔焦效果 也就是人家那种 一般真人美女还要拿那个 这个自拍神器拍之后才柔焦 他们他自拍就已经违犯珠光 看起来很贵气 不用再什么一件再把它柔焦 就拍照片就这样子 但你知道确实这个 中国大的技术力是很强的 他其实是一连串的技术演变过来 因为他跟这个嘉嘉 其实同时宣布的是一个界面 就是让你可以操纵机器人 运作的界面 坦白讲你刚刚看到这个嘉嘉 其实已经出席了好几场活动 包含了什么第一届 中国机器人春晚 包含了相关的人跟机器人之间 挑战的活动 你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个其实真正突破的地方 是在于他的脸部 整体的自然度 其实坦白讲 我在这一点一直很质疑就是 到底是机器人变得更自然 还是郑妹变得更不自然 就你看起来 你知道他跟你在网上看到 郑妹很像对不对 问题是那些郑妹本身也修图 那一定是 可能是把他稍微揉交之后的样子 是 所以你看到本人 真的郑妹可能会失望 刚台上台下一比较 你会发现底下做真人 没有嘉嘉证 逊了 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机器人 逐渐逐渐在朝向人类迈进的 其中的一个里程碑 也就是你远看跟近看 他的表情已经很自然了 虽然表情种类不多 因为表情要用肌肉 脸部的肌肉 那个以目前机器人技术来讲 微调比较困难 可是整体的自然度 已经相对提高 因为他是从中科大 以前的计划叫可嘉 一路演变过来的 还有可嘉 有 但可嘉比嘉嘉要聪明多之 他不正 所以大家就不报道 比较丑就对了 对 他就是一个机器人的 Prototype 这虽然也是Prototype 但是因为你看脸相对已经 比较拟人化 所以他们希望 目前的这个嘉嘉 已经可以做到说 他是一个 可以导航 虽然只能用飘的 也就是那个脚 两足步行其实很困难 我还有说嘉嘉要用飘的 不是 他就比较有轮子 轮子用推的 那你这样子 不要用推的 他这样你让他开过来 你看是不是用飘的 遥控他现在慢慢变调 就跟聂小倩一样 好吧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两足步行太困难 现在把脸做得很像真的 他还能做到 譬如说2万平方公尺的 一个大卖场 你带他逛过一次 他就记得了 他可以带你 他把所有的pin point定位点 统统记住 就不会再迷路了 这一区是买肉的 这一区买蔬菜水果 还要记得起来这样 但是接下来 要再往哪个方向走 要看嘉嘉的 这个背后的指导团队 要决定怎么走 譬如说第一个 可以走长照 对不对 老年人如果要照顾的话 你想想看 这机器人可以推你出去 晒太阳 做轮椅 另外一个就是短照 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这种 阿宅交不到女友怎么办 也就可以找嘉嘉来帮忙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机器人越来越模拟 其中一个关键是3D裂音 越来越像人 像香港的这个Case Ricky Ma 做了一个 奇怪 他手怎么看起来 这么猥亵 到底怎么搞 这张图片有点故意 刚好 刚好 他花了5万美金 打造了一个仿造外国明星的机器人 是焦磊乔恩森吧 他没有正面承认 因为怕被人家告 但你看他的表情 虽然他的身体比较不自然 但他的表情也是相对自然 因为整个都是用矽胶3D裂音 也就是以前有个大问题 你矽胶要开膜成本比较高 但你现在如果能够用矽胶 噴…噴出全身来的话 相对的难度就比较低 他干嘛把肋骨拿出来比 真的是 这一切就是白骨关 就大家要有哲学的立场 认名所有的美女 不过都是皮像 不过听说这个香港的导演 是自己一个人研发出来 是 他真的 奇怪 今天一直提到他宅 他真的就是自力研发 他说小时候看了一个日本的漫画 模型三四郎 他想说我也做出来 我这辈子做了那么多的 包含了乐高 包含了3D裂音 我现在把它集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机器人 目前还有改进的空间 但是至少我们看整体的运作 已经是相对低成本下 而且可以很自然的推动了 你觉得两个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两个差别就在于可动性 因为香港这个版本 这个Mark 1 也就是Scotley Johansson 对 他的关节可动是比较多的 但是佳佳因为着重在脸部 所以他的移动 还有很多的对白等等 都是要幕后操作 所以以可动性跟自动性来讲 香港这个版本比较好 但因为中科大会持续的 对佳佳再做upgrade 也就是可佳的版本是比较聪明的 还没有完整的移动到佳佳的身上 所以接下来如果再做移植的话 佳佳会变得更先进 但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理论 什么关键 机器人越来越像真人 到底是好还是坏 也是耶 如果像真人的话 那就不用跟人在一起了 没有 说实际上说 但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看过 美国狙击手这部片 有 美国狙击手你知道在美国 票房很好 但里面最被网友讨论的 竟然是这个画面 这个是一个妈妈在喂奶是不是 也就他抱小孩了 他当场也不一定有喂 然后美国狙击手 就这个Bradley Cooper 就跟他把小孩借过去要抱起来 结果这个画面 变成最多人讨论的 因为那个Baby是假的 因为在美国 现在这种小朋友 不可能找真人 因为会违法 所以他凡是婴儿 不管是看 有没有觉得很假 这个就很假了 这个婴儿好像是挂在 他爸身上一样 他抱的时候还没有很假 现在就看起来蛮假的 对 因为婴儿会有重量 而且他抱在你身上的时候 手应该会自然的配合跟移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知道在电影里面 一切都正常正常 忽然到这个画面大家出戏 因为他觉得很突兀 在这种状况之下 人家就质疑 奇怪你克林伊斯威特 拍这部片 为什么在这边刻意露出一个破绽来 蛮真的 你看他的手 他在摸他的妈妈 他还有抽搐一下 抽搐一下 蛮真的 可是问题是抱到爸爸身上 就露线了 因为那个姿势跟肢体不对 好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提到了 机器人越来越逼近真人 背后有一个心理学的理论 叫做恐怖股理论 什么意思 恐怖股的概念就是 当一个机器人 做得初步像人的时候 越像越像 人们的好感度会一直提升 稍微提升一下 对 可是做到真正太像的时候 你好感度会突然之间暴跌 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变价 应该这样讲 暴跌还没完 这个恐怖股理论 还要再走上去就是 好 接下来如果又做得 过了这一个threshold 过了这一个关键点之后 你又做得更象征的话 那个好感度还会回升 会有个波浪型的方式呈现 好 第一个 有些人说这是未科学 但有些人说在 生物演化的理论上 是有根据的 像譬如说你现在看到 画面上的这一个机器人 远看还蛮正的 好像觉得说很不错 人类科技有先进 我远看是一个蛮正的人 但是你的心智会让你不断的 在已经很接近的细节当中 挑选你觉得不自然的地方 然后把它无限放大 等下我们人类会挑他的毛病 是 因为这个感觉 有人说这跟进化论有关 也就是因为他虽然像人 但却不是真的 他毕竟不是 他要人类这个反应 要避免你跟他交配 因为这个交配原因 对不起 大家不要想到其他地方 不是因为你交配 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因为如果你像真人 却跟人类有细微的差异的话 传统上在以前的世界里面 大概有DNA的病变 你可能有某种 隐而不见的病变 你的基因或者你的演化 会要求你不要跟他交配 因为他不是人 所以他会把你对他的恐惧 放大的时候 现在机器人正好跨在 恐怖理论的边缘 毕竟他不是人 是 可是问题是 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让他能够做长照 或者能够替代人类 因为希望他很像人 对 所以这个逻辑上很没有 这个听起来很怪异 希望他像人 但是他又不具有人的生殖能力 但你又必须要一路 把他做到更像人 可是你做到更像人 像现在这个状况 就在恐怖谷的下坠区 你看起来很像人 可是你觉得好恶心 有一点 但如果他再继续往前推 也就是他的脸部 其实做到像佳佳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 Mark 1一样 你的好感度又在拉高 所以人类现在对机器人 最大的困惑就是 石黑号希望 这是日本的一个机器工程专家 他希望能够一路把 这所谓的恐怖谷理论 推到极限 所以2015年有一部电影 里面有一个机器人 叫做Leona 你是说这个Leona也是机器人 他演的也是机器人 所以他是一个机器人演员 演机器人在里面陪伴一个 受到核污染的另外一个人类 但是很妙的是 他的外形是一个22岁的日俄混血 然后他在里面 其实是不能走动的 可是11号为什么要配合的 推出这部片叫Sayonara 是因为他想要让你测试一下 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这种像人 却又不是真正的人 人类会不会渐渐习惯 如果人类会习惯 那接下来就妙了 我们会推出更多这种迷人机器人 而且在我们的每一个环节 都可以开始渐渐取代 像长照 你看他在电视上是可以受访的 除了不能走路之外 他也会受访会讲话 对 因为他的表情 他整个脸部全矽胶之外 有12个气动装置 也就是这边鼓一点 那边鼓一点 这边稍稍膨胀 很像人的脸 对 会把你的整个表情 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看这已经很接近了 你感觉会有点不自然 可是你分辨不太出来 就一度很像 对 那对人类而言 我们现在正跨在进化的边缘是 我们以后要能够接受 跟机器人谈恋爱吗 你接受吗 我觉得我目前还好 要看机器人正不正 你不怕你老婆生气 不不不不 反正是机器人 你老婆怎么会生气呢 我平常很爱打电动 难道我老婆会弃PS4吗 但是如果他今天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你老婆会生气 因为他跟人类之间没有分线 几乎一模一样了 对 那你到底是爱上一个竞争对手 还是爱上一台机器人 很挣扎 对 这就是变成一个道德两难了 但希望现在 接下来机器人的进展 可以更快一点 让真正的跨越机械 跟人类之间的爱情可以发生 帮助